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博士于名而能记中何如啊 可谓人呼 这个问题子贡问出来 你们就知道子贡又在干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子贡的特点 子贡是一个特别喜欢被人表扬 特别喜欢在别人面前显示自己挺厉害的 然后又很有钱的这样的一个人 他今天又问了孔子一个问题 他又跑来问 他说老师 如果有个人能够广泛的 对吧 博士于名 广泛的这个把自己的好东西分给老百姓 还能记中 这个记就是旧的意思 还能普渡众生 这人怎么样了 这人算得上人吗 人得的人吗 这是子贡问的 对吧 我们就可以想象子贡又干啥了 又来求表扬了 结果没有想到孔子这次 并没有直接说 可言 魏弱怎么怎么着 这是之前就是子贡来问孔子的时候 孔子的一种回答方式 你看孔子的智慧很有趣的 他一方面 就他第一种回答方式叫什么呢 叫做就是你跑过来说 老师我这个事干的怎么样 孔子说你干的不错 但是你还有进步的空间 你还可以怎么怎么着 这是一种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是他说老师你觉得干这个事 是不是特别了不起 孔子说哇 这简直太了不起了 但是干这个事应该怎么干 才算是真正的把这事做好了 这是孔子的第二种讲法 今天我们读的这条 就是孔子的第二种讲法 子贡的意思是 你看我能救济人 这算不算是人 孔子说哇 这何事于人 这哪指得上是人呢 这简直就是圣 这简直就是圣人啊 姚和顺 其由病诛 这个病就是不如不足缺点 说在这事上 诛就是知余的意思 就是在知余这件事情上 在你说的这个事上 姚顺都做得不到位啊 你说的这个博世于命而能计中 那简直就是圣人 但是接下来他讲到了 他说什么叫真正的博世于命而能计中 不是说我把钱分给你们 就叫博世于命而能计中 而是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把对你自己的心 去对所有的人 你怎么对自己的 你就怎么去对重 对所有人 这种人 何止是人呢 何止是人得的人呢 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圣人 孔子立刻给他 拔了个膏 对吧 孔子马上把他这个利益给拔膏了 子贡员的利益就是 我能分东西给别人 对吧 我能我能博世于民 我能计中 我能够用自己的东西去救别人 去分给别人 你觉得怎么样 孔子说哇这太厉害了 但是我告诉你啊 这种人最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不是把你的东西分给别人 是把你的欲望分给别人 你心里想要什么 你就让别人也实现 你心里想怎么样就让别人也实现 就叫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你想要做什么 你就把这个好的东西分给别人 让别人实现 避野圣乎 这简直都可以是圣人 能禁取屁 这个屁就是比方 也就是说能够从你自己身上去想 推几级人 这个禁取屁就是推几级人 禁就是从自己身上来嘛 远就是别人嘛 做对别人做所有的事 你都回过头来想想 自己可谓人之方也 这就是实现人的方法了 这就是实现人的方法 所以孔子这次 对吧 又给子贡一个不一样的解释 子贡这次问的这个问题是 博士与面而能记重 称得上是仁德的人吗 孔子这次没有说 还行 但是比不上什么什么 没有 孔子说 这简直已经到了最高境界了 这已经不是仁德能够 hold住的了 这简直是圣人了 但是博士与面而能记重 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把东西分给他们呢 不是 而是己欲利 而利人己欲达尔达人 用对待自己的心去对待别人 自己想要什么 自己想要什么 让别人实现 自己喜欢的让别人实现 能够从自己身上去想 用自己的感受 对吧 去决定怎么去对待别人 这就是你实现人的方法 途径 人之方言 所以通过这条 我们又看到了孔子的教育艺术 对不对 我们读论语的时候 经常会感叹孔子的智慧 孔子 而且这些都是什么 都属于临场对答 都不是说 子贡说老师 我有个问题 孔子说写下来 三天后我回答你 不是的 是子贡现场问 孔子现场回 但是他现场回的这个境界之高 和艺术之这种巧妙 让人叹为观止 对不对 不管这个学生多么的刁钻古怪 还是就你读到今天 你会发现孔子学生 有各种各样的性格特点 调皮捣蛋的宰我 喜欢表扬的子贡 是吧 这个不险山不露水的沿回 拦都拦不住的子木 对不对 每个学生都特别有特点 每个人都特别有特点 但是不管大家朝孔子过来问什么 这问的这个问题是合理的也好 不合理的也好 是调皮捣蛋的也好 是过分的也好 求表扬的也好 孔子总会用一个 非常精辟的回答给返回去 而且他的这个回答 既符合这个学生的特点 又可以把这个答案抽出来 单独当成一个普遍的道理去讲 对吧 你看他这个回答子贡的 直接来了一个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打而打人 你知道这里面 最重要的词是什么 就是这两个 己欲 也就是说他看到了子贡 身上的那个欲望的强烈 他说你有很多的欲望 你想成为一个忍者吗 你就用对待自己欲望的方式 去对待别人 那么你就是一个忍者 能否 搞 Tapi 带来 有多少 可